这片竹子就是咱们家自己种的是吗 对 我们这边的话 每个家里面的话 后院都会种有这样一些竹园 咱们这边是不是经常拿竹筒来做竹筒饭呢 除了做竹筒饭外 很多菜都用竹子来做 各种菜都可以 各种菜都可以 那可以做成一个竹筒宴了是不是 对 我身边这位85后男孩 名叫龚泽坚 他擅长用竹筒烹制各种美食 正果镇属于半山区 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 大片的竹林是其中之一 龚泽坚告诉我 在很早以前 他的父辈们到田里干农活时 都会随身携带生米和腊肠 然后利用随处可见的竹子 制作成临时容器 将米饭煮熟 久而久之 这种农耕文化催生出的烹煮方式 被当地人保留下来 并加以潜心探索 开发出了琳琅满目的竹筒菜 一般我们选取的话 竹林要四年以上的话 那个竹子 它那个竹水比较丰富 这样的话 它那个鲜的汁水 能够渗透到菜里面 对 所以那怎么样能判断 它已经满四年的竹林了呢 对 首先要看它那个竹子的直径 一般的话 像这种竹子的话 我们需要 大概九到十厘米 这个还是小了一点 像这种就干好了 这种就干好了 比如说像这种 它那个竹子的那个表面 半白的这种 它就代表它已经成熟了 这说明它已经满四年了 可能 有些不仅仅四年 但基本上这个可以判定 它有四年的一个时间 就是四年以上 对 在公泽间看来 单竹是它制作竹筒菜的首选 这种竹子生长快 竹筒内部空间大 竹筒本身水分充足 有利于烹制菜肴 它家后院种满了单竹 方便就地取材 还挺沉啊 挺沉啊 来 来 一根长十几米的竹子 会根据粗细不同 分割成上中下三个部分 每个部分会被用于制作不同的食材 我非常好奇 竹筒不就是个容器吗 分得这么细 是有什么特殊讲究吗 哇 这一桌食材 这些都是可以放在竹筒里面做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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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可能相当于就是一个盘子 对 对 容器 对 一个容器 只要它能放进去 我就可以给它做出来 是的 放进去 但是它能够味道里面会有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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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竹子啊 这两个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粗一点 这个比较薄一点 对 你看这个壁啊 它这个 这里面这个厚度也不一样 厚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选用的话 就是用这种来做我们这个坑螺 稍微厚一点 先做这个山坑螺 这个山坑螺它首先要处理 处理要把它那个尾巴剪开 也是用这个钳子来处理 对 对 那这个坑螺咱们要剪的话 是剪底下多少呢 第二段 第二段 对 后面的边段 那跟那个普通的螺丝是差不多 差不多 山坑螺体型比较修长 有个尖尖的尾部 它们喜欢栖息在山林水源洁净的小溪中 在处理之前 要给它们足够的时间 吐出泥沙和粘液 保证螺肉入口时又弹又滑 避免作螺的气氛因为杂质而受到影响 剪掉山坑螺的小尾巴 不仅方便入味 还方便吸水螺肉 先放点盐 放一点盐 一点盐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花生油 很香 真的是很香 然后再加点蒜 姜丝 一点点 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你刚刚也说了 就是基本上它的调味是比较清淡的 对 最原始 对 酱油 必须要放一点 紫苏叶 紫苏叶 这个紫苏特别的味道 会让它做出来的坑螺 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这个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必须要装得均匀 不能一下洒进去 这样的话 烤的时候它才受热均匀 对 最后这个汁也加进去 也要 这是精华 好 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没想到个头小小的山坑螺 要被装进最粗的竹筒来烤 公则监告诉我 那是因为竹筒必越厚 烹制的时间就可以越长 有利于山坑螺熟透 竹筒的开口处要被严严实实的封闭好 防止竹筒里的热气沿着缝隙跑出 大号竹筒已经注尽了相应的食材 那么中号竹筒里的客人又会是谁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我们这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竹筒粽子 你看见过这么多种不同的粽子 但是用竹筒来做的还真是头一回 那咱们是不是先往里头装东西 这个装的顺序应该也有讲究是不是 有讲究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糯米的话先放到里面 底下铺一层是吧 对 底下铺一层 然后的话我们再放毛豆 毛豆 毛豆 这时候再盖一层糯米 糯米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东西要放我们的这个五花柚 我们用我们的五香粉 用五香粉调过了 对 前段黄跟它一起放 放一片 对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要压成饼了 这样容易放进去 对 时逢端午 家家户户做粽子的场景温馨而美好 这种节日美食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 像这样一层一层马放食材的竹筒粽子 还真是饱含着当地人在利用竹筒上的巧思 竹筒粽子不会像竹筒菜那样放在火上烤 而是要放在热水中煮大约五小时 与此同时 直径约五厘米的最小号竹筒迎来了贵客 猪肉馅经过手工摔打已经上进 挤成肉丸后 先要上锅蒸到五成熟 然后再放入竹筒中烤制 小号竹筒竹筒薄 可以让肉丸具有焦香的味道 不过要想将竹筒菜肴烹出好味道而不被烤糊 对火候的控制也是有秘诀的 好 生火它必须要有一个 我们叫搭火星 搭火星是什么意思 对 把这个炉子那个火的话 搭成一个井质型 搭成井质型 对 井质型 为了目的就是它那个 形成一个井质型的气流 那火越旺的话 它那个气流越高 就越来越旺 树着大冷台 航着大冷台 树着大冷台 按照这种 是吧 我们生火来了 好 因为这个井质型的话 它有空间 它就很容易就旺起来 对对对 那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 把竹筒架到上面 对对 开始烤了是吧 先放米饭 米饭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桶是坑螺 听声音就知道了 听过来 还有我们这个 今天做的那个肉丸 肉丸 肉丸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一般我们就放在上面 因为它半熟了 已经是 对 因为它用那个余温的话 就很容易把它 那个焦香味烤出来 火太猛的话 在下面的话 就很容易把它给焦了 竹筒的粗细 决定着不同的竹筒菜 在烧烤箱里的占位 公泽坚说 竹筒菜疗的制作不能离人 为了防止竹筒被烧干 烧断 要时不时的给它们表面喷水 保持水分充足 与此同时 还要随时观察竹筒的变化 通过冒出的蒸汽大小 竹筒变黑的程度 来判断食物是否已经烤熟 公泽坚跟我讲起竹筒菜 虽然是头头是道 但他学厨的时间并不长 从学习物流专业的大学生 到回乡创业经营乡村美味的餐饮从业者 他只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这都源自他不断的学习充电 对餐饮这块也是外行人 整个创业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支持 特别是在我们镇上有一个 粤菜师傅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的话 有很多美食的专家 专业的一些人士 师傅 也提供了很多指导 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 让我们现在做这个足统美食的话 做得更有特色 来 来吧 这跟普通螺丝多起来一样吗 一样 我有个建议 咱们五个人一起来做 我觉得那样会比较有气势 好不好 好 就像你说的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对对对 那个肉也很好吃 很扎实 很扎实 一排排的竹筒美食摆上桌 各色食材都在极力向我发出邀请 肉质细嫩的黄骨鱼 痰牙多汁的猪肉丸 混合着腊肠之香的竹筒饭 在竹筒的陪伴下 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 都保持着食材本真的鲜香 仔细品味还能感受到口腔中 有一丝淡淡的竹子清香 让我好奇的竹筒粽子 此时也闪亮登场 切开竹筒 米 豆 猪肉 蛋黄 层次分明的排列 让人食指大动 切开之后 其实跟我们平时吃粽子不太一样 因为你现在一目了然里面有什么 比如我想吃个咸蛋黄 我就这样拿一块出来 也有沉思感 口感也不错 好香啊 真的是 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 豆的绵绵的 然后像咸蛋黄沙沙的口感 完全融合在里面了 吃着竹筒宴聊着年轻人的话题 我才得知身边这四位可爱的大男孩 既是农家院的合伙人 也是彼此关系密切的初中同学 那你们这个都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医院 物流工业关联 物流 机械设计翻联 我是人文的 人文 真没想到 四位合伙人以前学习的专业 跟眼前的这些美食竟然毫无关系 凭借回乡创业的满腔热情 和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他们开辟出了一份新的人生事业